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今天教给大家的是战争机器物 如何玩好爆破专家这个职业 在最早的版本中呢 爆破专家这个职业呢 是JD限定的啊 也就是职业和兵种是绑定在一起的 当时的JD非常的强啊 它还有一个爆料容量卡 也就是那时候的榴弹还有巨奥骑兵呢 都有七八发的容量啊 非常的多 可以无限放烟花 非常的爽非常的壮观 后来呢角色和兵种分开来了 爆破专家呢也重新改版了 现在的那个巨奥啊 还有榴弹啊 最大只有三发容量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的爆破专家 我现在所有的兵种呢 都全部20级满级了 爆破专家的大招呢 是大炮攻击 它会向标记的敌人发射五枚炮弹 被动能力可以最多标记五个目标 而且呢标记的持续时间加倍 接下来教给大家的是 这些卡牌该怎么带啊 现在这个卡牌呢 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改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首先呢 我习惯带这个确认击杀 有了这张卡牌 你就可以一局开两三次大招 或者三四次大招 因为你开了一次大招击杀了 最后呢大招又马上冷却好了 然后又可以再开一次了 接下来踢到边包这张卡牌呢 是必带的 满级卡的流血伤害呢 是30%啊 真的是很恐怖 伤害非常的高 侦察之源呢 也是必带的 有时候你没有标记到的敌人呢 队友正好标记到了 你就可以开打直接秒了 满级的话是可以向友军标记的目标 发射七枚炮弹 接下来是自定榴弹发射器 伤害增加60% 主动效果增加30% 这个也是必带的 而且呢出身也带榴弹 你可以无限刷很多把榴弹放在武器柜上面 军光特区呢 也是必带的 向你标记的目标呢 额外发射六枚炮弹 还有就是 如果你想玩G2的话 就在这张自定榴弹 骑兵突击步枪的卡牌 这张卡牌满级的话 是增上60%啊 主动效果增上30% 也就是你先往美装填 再打一发榴弹出去 伤害才会更高 以前这张卡牌是必带的 因为那时候G2呢 可以装很多榴弹 现在不可以了 现在如果你想玩 无限局要放烟花的话 只能靠战术家的大招呢 接下来教给大家一些小技巧 就比如说在持久战狂热 开局之后呢 你先买手雷 等技工能建好设计武器柜之后呢 你把你身上的榴弹放到武器柜上面 然后丢手雷自雷 当你重生之后呢 身上就多了一把榴弹啊 就是这样 刷满整个武器柜四把榴弹 还有个技巧呢 就是当魔王啊 也就是boss来了之后呢 你先标记 然后用榴弹呢 把它打出流血状态 然后呢 再开大招 这样伤害会更高 更离谱 也就是你不要一标记 就开大招 建议先打出流血状态 再开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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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假如敌人有护盾怎么办 没有关系 你打他旁边啊 或者说打墙壁啊 地板啊 什么都可以 因为榴弹呢 是AOE建设伤害的 可以炸到他的 还有就是如果自禁充裕的话 建议呢 先把那个冷却时间 伸到满级 这样的话 你一局就可以开两三次大招了 这样的话 对付BOSS非常的有效率 这样的话对付BOSS非常的有效率 还有一种玩法呢 还有一种玩法呢 是需要战术家来配合的 战术家呢 挟持标记全场的敌人 然后呢 爆破专家开大招 秒全场 其实你也可以带手榴弹的卡 但是呢 他手榴弹的伤害呢 并没有强吸手那么高 虽然说多了一个流血状态 总之呢 喜欢玩手榴弹的话 玩强吸手会更适合一点 玩手榴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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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就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